准备了 走了 不走了走了很多 有很多因素 衰退了很多季 2018、2019到現在很多季都要收縮 很多生意都失敗了 很多人沒得搞了 有錢就變得窮了 如果不是就走了 主要是这些债因素 百万富翁其实他百万富翁很多人都是的 说真的百万一球美金就是八球港元都没有 八球港元没有很多人有的 但是如果你拿到那个标准这么低 其实就这些所谓百万富翁是包括了很多中产的 或者都不是那些很有钱的中产 现在你说的有层楼都不止这条数 所以就是中产下流这个就可能令到 百万富翁的人数大减的原因 不是说富豪的 那些富豪不是真的 我们说的富豪是亿亿声的 现在富豪的百万就是百万富翁是几十年前的 现在人质贬值个个都说的是高通账 百万不是很多的 那我见到2019年的数字 其实好像香港都排回第二段 香港是拥有二万富翁的城市 第一是老弱 有一百零五名的 香港有87名的二万富翁 但虽然选了两个 但是那时候都说全球是有第二的 就是2019到现在才三年的时间 香港已经跌出了十大 那你觉得其实是有没有回头的 你觉得他们 不会的了 就是你首先 输了的钱 或者收拾了的生意 不是远回头了 比如走了的人 走了的钱更加难 就是两个因素 现在这样的环境 就是看来 就是看来 跟着一两年都不太好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很难 就是说要翻本的 就是不进一步 输入肉已经偷笑了 很难 真的 看回这些建制数据 现在二手楼 燃利的那个 都出现一个急降 就是有跌了十二年年来的深低 以前的利就差不多九成 现在都差不多八成了 就是以前是九成人赚钱 八成人赚钱 现在就是五百人赚钱 是啊 好像现在都跌到 这个都是十二年来的首次跌穿九 而且你看到香港的价格写字楼 有1130多万的平方程 现在就没有人租 有九百多一家的葡萄 好像似乎现在都不租楼 这个是不是都反映了香港的市场的 市场的环境 你回来说 如果铺的话 据说是好一点的 就是比之前 封锁得很厉害的时候是浓一点点 但是就写字楼呢 因为很多外资走 尤其是年头那个封锁的 就是说着突如其内 如果你记得的话 年头突然间没得飞 很多飞了出去都回不了 然后又愚蠢蚢把暑假放在南沙羽 那些东西搞到整个社会反转再反转 其实那里走了有很多人 所以变成了 如果那些鬼都走过 或者很多外资不在 还有大家看过前景都没很变的时候 就开始减业务 甲级那些真是 就是空置是高了 甲级曾经有段时间是好一点的 就是说去年的时候 但是1920那时候很差 那时候暴动 但是后来是好一点 好一点也好不久了 然后又坏了 因为现在你说的是很结构性的走人走钱 这个现象不只是说体验在移民数字那里 那些外资走得更快 就是它根本办公室都搬到新加坡 或者走到别的地方 只剩下了它不开 那你怎么会更租甲级呢 所以没办法 住宅就很简单 都有眼看 就是已经有很多那些移民盘是砍价 不是移民盘其实都蝕样的 你看看报纸看电视都看到的 都跟外围一样 外围都是一路加息 这样加得那么急 是不是 经济可能前景都很差 大家都 初初又说抗跌 又说持货能力高 大堆你又推出来 但是其实始终都是那句 跌跌下 你眼望我眼 看着别人的楼价 看着自己的楼价 在那儿上去的时候都是害怕的 害怕到那些时候 总有些人就扔掉 这个都是解释 为什么那个教会这样的落法 刚刚博士说到新加坡 现在有很健的一个现象 就是中联办 属下的大公部文匯部 罕见地发表文章 就说香港就跑输了新加坡 就说新加坡做羞于人之利 相比新加坡日本的防疫措施 就是人家连香港呢 都是严格的 就是香港的落格 答应的国际贸易展呢 都去了人家那里了 他接着说如果大区政府 不尽早公布 免检疫 免假你的路线图 一式的展览 可能一去不去 实逼动摇香港作为 亚洲展览之部的地位 影响香港的物流 酒店 零售饮食等行业 那博士都知道了 新加坡似乎是十月 十一月都要同样的一个 兼职科技周游 去和香港撞正的日期 这个我去说这个现象 其实也都问一下布什 为什么这个左部 都罕见地发表文章呢 其实大公就比文匯更加厚洩的 就是如果大公都这么说 应该都是 就是所谓上面可以绿灯的 应该是有个 就是 就是 体面地要转态的一个现象 那没有办法啦 你现在全世界都 都没有人这样 几多加多少 在这里还做了这些傻子 你可以做的 你做这些傻子 别人不来的 你现在在说之前就很厉害了 不来就不来的 现在不是的 现在到处都不行的 那你出口那里一定都难赚钱 那你不靠这些金融 油资还是过成的 但是现在说收钱而已 都不是真的收得很积极 都还是有一些 寬鬆的情况 全世界都还是这样的 那钱都是要找定病 那你不 就是 就是人家那个都在抢 你还在那里 就是所谓在以待毙 就死了几千重 因为其实有挑战很大的 大家都看到的 那来到这个位置 他都是逼于无奈走贩 我这么说 我想问一个月月的前天线 或者是余策的话题 是的 现在香港好像一切都负面 你看港股都跌了 现在都楼市又跌了 刚刚说的热手楼 那些转售又跌 现在富豪又走 人人又走 钱又走又移民 那其实香港的经济前景 是不是 什么时候才会有转机呢 或者有些什么因素 大动 才练到香港会出现一个转机呢 那这样说 就是现在你看到那些东西跌 就是周期性的 就是譬如楼价跌 又不是在香港跌 又不是在大陆跌 周围都跌的 是不是 股市跌又不是港股跌 你美股就知道更多 但是 这个不是重点 这个是周期上落的现象 就是好像一年四季 那样 但是如果你说一个气候的问题 比如说 整个香港 会不会进入一个日本的模式 就是长期说都很低迷的 就是 就是 昔日的风光不在 好像东京没有了金融中心 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那样 那这些都没有办法的 就是打从第一日 你 要 将这里的一国的两制 变成一制 那你都预认了会有这样的下场 就是制度的转变 这个是一个很 致命性或者是一个很深远的影响 那你做这个决定的时候 你一定很清楚的结果就是这样的 那些人也都很清楚知道 那个战警是怎样的 也有他们相应的决定 这些是不容易回头的现象 就是好像拆楼那样 拆了就倒了 就是你起过就行 不是那么快 又排了 所以就是 有些东西是不是拆了就起得回 好像一棵 一棵古树 百年的树 就是我们很多时候 很多地方看到 你都倒了很多些树 你拔走它很容易的 你一脚抬走它很快 但是就是你要弄它出来 就不是那么快的事 香港有今天这样的 就是国际的地位 其实都是很多偶然之下形成的 不是说一个 很多你容易打造出来的现象 就是大陆就是最喜欢一样的 都打造的 你看当年董建华上台的时候 他以为一样都可以打造 他说做就做到 这个世界不是这样的 就是一个国家 一个城市的发展 是有很多历史 有很多偶然因素在那里 天是地利人和 几加的 就是做过生意的那些人都尚且不懂这些道理 以为真的自己是一种家长制 家族式的营运 我是老爸 我爷爷 我指挥你们的 每个人都跟着他跳 我出去你们跳 就是不是这样的 一个城市不是 你要这样他就这样走 很多东西是一个互动 这个互动当中的过程 涉及很多因素 很多人事 就是这个不是 你完全是一个政府控制的 好像现在这样 你讲的一些很抽空的东西 不要讲的 就是讲一些最简单的东西 人民币国际化 讲了这么多年 现在做些什么出来 你说香港要打造什么什么 资产管理中心 最顺利成章可以做得到的东西 你现在管理到什么资产 因为资产鸡皮狗走 走完 走得就走 可以这么说 就是这些现象 其实是 不是你当初那些人都想得到的 但是其实是否完全预计不到又不是 其实这些是很容易估计到的现象 我们普通很黎明的人都看到的 你做了这样的因就有这样的果 所以 就是都是回回头 一个政府其实不是 不是在一个姿势 就可以打造很多东西 反而你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 良好的环境就是有一些 就是大家接受的 尤其规则一些 是一些很大家接受的制度 国际也接受的制度 大家一起在上面 运作运行 是吧 下下讲斗气 斗到行有什么好处 没有什么好处 斗到行 一时之气 是吧 到抽一口 当然爽了 但是你之后的效果相当之 相当之恶搞的 手末很长 现在就慢慢去产生一些现象 但是那件事已经坏了 僵局已经僵了的时候 接着就说 怎样打架 搞什么 有什么用呢 来到这个地步 就是说是末期的 在末期的状态之下 你还可以 有什么药食 有什么做的 没什么可以做的 所以既然整件事 已经是发展到这个地步 现在踩上来 执手末那个 他都知道自己 执着一批东西的 这批东西 其实根本是厌户性的 没有人喜欢执 那如果他还是要执的话 就是 其实一个最正路的方法就是 走回以前的旧路 就是你不是声称或者是 怎么说 叫做很公然的 那样讲这件事 你实际上都要这么做 你都是要跟国际接规 你都是要尊重国际的秩序 你要这样才吃到国际饭 你才可以继续 等香港死不那么快 否则你继续 我行我素 我怎么样怎么样 我喜欢下单下单 喜欢这些事情 死得快一点 不算是完蛋 我们在这一队的节目到达了 会并止啦 多谢你 博士 好